单听陈金飞这个名字不出名 但是背后一手打造神仙姐姐刘亦菲的干爹陈金飞倒是十分晃眼 陈金飞前半生最成功的投资就是挥霍重金砸出来一个惹人爱的刘亦菲 但是在商人和经纪人的双重身份背后 陈金飞还是个正儿八经毕业人大的高材生 拿下经济学学位的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国家邮电部门工作 这不免让旁人看了多眼馋 毕竟那个时候人都脱安稳争抢着讨一个铁饭碗 可是令人十分意外的是 拿到铁饭碗的陈金飞竟然活活给砸烂 因为乘上改革的春风 他早就嗅到了赚大钱的苗头 因为在那个年代下 作为有头脑还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陈金飞倒是赌赢了 拿着手里几千块的积蓄全都砸进了做服装上 一件衣服赚五块 十件衣服就是赚五十 这让他更多了一份感 把眼光瞄到了海外市场 进出口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当刚刚步入小康生活的家庭 才存了几年前买了大电视时 陈金飞这个大老板早就坐上飞机 国内国外飞来飞去 身边自然也多了不少应应艳艳 可是他心思却还是不安稳 老是想多赚大钱 带着七十万一脚踏进了房地产行业 赚到手里的钱翻了一番又一番 但是当第一次在聚会中认识刘亦菲时 对方才只不过是个五岁 腼腆又任生的小女孩 穿桌上旁人逗乐叫陈金飞爸爸 一生奶里奶气 让陈金飞心里暖乎乎 但是干爹陈金飞和对方母亲刘晓丽 聊得十分开心 互留了联系方式 与丈夫离婚带着刘亦菲去了国外生活 但是闲下来还是会和陈金飞来一通长途电话 几年后陈金飞生意越做越红火 跟着几个有钱的美老板 跑来娱乐文化多重领域赚大钱 身后积累的人脉圈 想必往后都用在了刘亦菲身上 因为有刘晓丽这个在前卫的舞蹈家母亲 刘亦菲想要做演员的梦想 被她听进了心里 抓住陈金飞这个老板的臂膀做靠山 而要不说陈金飞这个大老板就是专业 第一步就让刘亦菲考进北电学表演 混出来个正儿八经的演员身份 她往后辉煌的每一步都交到了干爹陈金飞手里 在神仙姐姐刘亦菲身上 干爹陈金飞眼里却揉不得韩国欧巴这个沙子 2002年前 刘亦菲在靠着金粉世家一举成名前 干爹陈金飞早就给她铺好了一条辉煌大路 因为在陈金飞娱乐公司之下 有且仅有刘亦菲这一个唯一的艺人 当外人压根不知道刘亦菲是个什么大人物时 她就在陈金飞的安排下 给名下房地产公司拍了一组广告大片 明晃晃的巨大一幅海报就这样挂在了几十层的高楼上 这已经预示着陈金飞的野心 而干爹陈金飞身兼多指 经纪人 投资人 服装造型师 全都被她拦入怀中 当年刘亦菲之所以拿到金粉世家的资源 还是多亏那张巨幅海报太耀眼 但是这个圈子里向来不缺长得好看的美女 况且彼时的刘亦菲 还是个呆头呆脑的小女孩 惹得剧组人员没少背后给她唾磨星子 但是有投资人的撑腰 刘亦菲这个女二号宝座反倒是做得十分稳当 因为演技没有可夸的点 那就把重点放在容貌上 同年的天龙八部小龙女事情成功 播放到全国人民眼前时 刘亦菲这个小女孩一夜坐上了神仙姐姐的宝座 刘亦菲火了 不单单只有干爹陈金飞乐开花 背后的投资人更是数钱数到手抽金 因为刘亦菲18岁成人礼 彻底燃爆了整个内地投资大佬的圈子 陈金飞舍得给刘亦菲砸钱 单单一个场地不景就足足花了180万 况且到场前来祝贺的人员 不乏当红艺人黄晓明、林志颖 甚至还专门把大导演张继忠给请来现场 给刘亦菲这个后辈祝贺 而在那个现场酒桌上 自然还藏了不少有钱的投资人 日后都成为刘亦菲站上高峰的臂膀 自此 在陈金飞这个幕后大佬的操盘下 刘亦菲坐上了古装剧《大公主》的宝座 可是大佬陈金飞对刘亦菲的宠爱 却在2015年戛然而止了 因为刘亦菲疏忽干爹 与韩国欧霸宋承宪音细生情 谈起了甜甜的恋爱 可是韩国欧霸的出现 却彻底惹怒了干爹陈金飞 直接黑脸的他扭头就走人了 但是要说两年后刘亦菲玩累了 想要回到干爹怀里时 却因为一个女人的出现 彻底让刘亦菲失宠了 如果陈金飞怀里没有出现小女友杨彩玉 想必好莱坞大片中立反转女主 还会是刘亦菲 因为当刘亦菲这边 与韩国欧霸公开认爱后 陈金飞那边早就黑了脸 况且身边已经出现了一个年轻女孩 直到陈金飞带着女孩回豪宅过夜 还非要下车后 索稳的一幕幕 全被狗仔拍了个正着 这时照片中的女孩终于有了名字 杨彩玉 比神仙姐姐刘亦菲还要小五岁 而比陈金飞可是足足小了三十岁 因为你看杨彩玉的气质 分明带有刘亦菲身上的优雅气质 原来大佬找女人都按照喜欢的那挂找 可是原本岁月静好 互不打扰就算了 杨彩玉靠着陈金飞前脚搭上了冯小刚芳华试水 后脚就开始背后给两个女人使绊子 这其中一人就由刘亦菲遭了殃 2018年 金晨喜气洋洋炫耀入围了大江大河人选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可是当正式开机时 他抱在怀里的角色 却被杨彩玉给抢走了 可是想不到杨彩玉这次的黑手 竟然伸到了刘亦菲的腰包里 明明一个好莱坞大剧重力反转 是刘亦菲嘴里的肥肉 可剧组现场女主却变成了杨彩玉 很显然 似乎杨彩玉的眼中钉 就变成了男友陈金飞的干女儿 对着刘亦菲在陈金飞身边的旧照 全都拍了一个遍 豪宅草坪 还有那只宠物狗也全都揽入怀里 直到当杨彩玉宣布两人恋情时 外人才恍然大悟 他偏偏对抗刘亦菲 似乎心里本身就有小心眼 不难看 陈金飞想要捧起来第二个刘亦菲 恐怕是不能如愿 因为刘亦菲没有了陈金飞长腰 他照样能游得欢 而杨彩玉恐怕不太保准 好了 今天的视频故事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各位看官们来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